好 歡迎收看今晚的動漫無雙 我是主持IM OneDay 聽到這麼少人 這麼奇怪 為什麼兩個人都是數字 不是數字 這些字母來的 如果個案有聽 我們節目都會知道 這兩個人 可以說什麼 出現實是什麼 講HK 他習不懂 我也不知道什麼名詞 隨便吧 但是呢 因為 講話為什麼會說 沒有嘉賓 其實不是沒有嘉賓 只要他就說 不是他就是嘉賓 沒有其他人 因為講話實際太過 年代物了 所以就要 找一些 怎麼說呢 老鬼一點點來講 那我們這次要講話 其實就是一個 大家都很熟悉的東西 就是我們這個 美少女遊戲的 算是什麼 其實不算 下一個片章 只是熟悉的東西 我們之前也有講過 這個 大系列 就是大帝國 大惡斯 大班長 這次當然 講到同公司的 另外一個 著名系列 這間當然是 Ellersoft 就是愛麗絲 這個蘭絲 已經不是著名系列 而是當雜招鞋 對啦 就是蘭絲系列 蘭絲系列 現在是2012 還是2013 20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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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 2023年 2023年 由他第一隻出生 大家要記住 不要經常以為 我們每逢 英女王走過之後 都有其他生日 即是回歸 7月1日 7月1日 其實在回歸 之前有人做好他生日 蘭絲的出生 都是7月1日 不過是1989年 蘭絲當年 就是第一代出來 但其實當時 真的不是很空洞 當時 不算空洞 不算空洞 第一代出來 其實還是很普通的 因為 那個年代 第一 那些 現在已經接近消息 匿跡的廠 紅疤天下 只不過 那時候 Ellersoft 還不算是 很出名 還未出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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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著時間 流逝 有些廠 有些廠 就消失了 這些歷久不衰的大廠 就變成 初代蘭絲的出現 接著 其實都很快 之後一年 很快 即是90 未91年 5月就出來了 是 90年 90蘭絲2 其實 蘭絲1 和蘭絲1 我們先說一年 繼續說一年 其實都是很快 再下多一年 走又91年 10月 91年10月 蘭絲3 又正式登場 對 不是 我們先補充一點 為何我們會說 這些事情 今集 叫做老鬼向 當然 叫做介紹向 大家玩蘭絲畫多 但是 未必玩得很多 看人 看人 看設定 世界觀 對 我們今集 就是講一些 幫大家補完這個課堂 其實它裏面 是有些什麼世界觀 其他東西 不止大家 我只是玩過 戰國蘭絲 或者我只是玩過 八代 六代 還有很多其他東西 我們今集就講回那些 第三代 第三代的重要性 我們會後面再講 我們主要是講一年期 其實 四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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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不是真的 九三年 九三年 十二月 基本上 一年出一次 九九零 但問題 其實我覺得 一個問題 四代之後 好像有些少 無以為計 然後出了一些 小遊戲 我們會叫做 那其實 某程度上 我們有些人都會定義 五代 都算是一個小遊戲 正常是說 5.5 或者叫5D 可能官方都不知道 5D 好像那些 銀運 那些什麼 三年B班 那些 當然 五代 和四代 或者四代的其他 之道片 是相差一個非常遠的年期 因為5D 就是這個 二千年打後 已經變成是02年的十月 那大家可能會問 咦 中間是否有些 比較重要的東西 當然 有一個很出名 很出名的東西 就是這個 鬼畜王 十二月 鬼畜王蘭斯 鬼畜王蘭斯 叱渣風雲的一代 叫做 愛麗斯 第一次 這個 傳言社 共同開發的遊戲 傾巢而出 那 然後 開始 應該會多些人玩過 多些 我想多些 都是多十個百分比 其他那些 之前他們說的 完全沒有人玩過 六代會有些人玩過 六代 就是 04年出的 那 有些VD元素 開始 VD 算VD 算的 算的 VD元素 和八代的視點不同 系統上的視點不同 系統上的視點不同 一身視點 和這個 就是 大家玩這個跑車 有些可以選擇 在玻璃看出去 有些可以在車後面看過去 那就是 第七代 第七代 或者另外一個名字 其實他也不是叫做第七代 是 叫戰過蘭斯 但是他下方的角度 就是蘭斯七 這應該是他們的銷售策略 銷售策略 銷售策略 這次人物基本上很少 因為蘭斯七都很少 基本上是舊人物最少的一套 極少 而且一套用世界觀 多於第一代 多於第一代 這個沒說錯 多於第一代 第二套 他這個又再近期一點 很容易記 是EF第一代的前一個星期 就是這個 06年的12月 非常容易記 然後七代之後 這個怎麼說 算是有很多新人進來 因為七代又起升 極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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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一個歡樂性 也吸引了很多人 因為好像有人做漢化 好像是 不過說了很多年之後才做到 劇本量太大 這是很複雜的 然後八代 最新的一代 八代就 分兩次出的 有次就是11年 有次就應該是 12年2月 就在半年前 就是大家新年放假會玩的東西 說了這麼多 其實有一個重點會帶出來 就是說 Airsoft出的蘭斯方面 一開始 他可能說 草創 其實他百多年成立 就出了一個 其實當時 無心插漏 其實 沒什麼特別的 世界觀也不算特別大 直到去到三代 即是九一年那一代 就開始說 有很多元素出來了 即是世界觀上 即是開始會多些魔人 領土的問題 即是國家的級別 國家與國家之類 對 魔法、劍、其他各種各樣的東西 即是開始的系統 開始龐大 世界觀 然後去到 慢慢慢慢 其實世界觀有很多東西 三大國 自由都市 魔人那兩邊勢力 然後天滿橋駁在日本 日本 不是日本 因為那個時候天滿橋還是很小 對 日本那邊 鬼速荒蘭斯得 那兩個具點 對 對 日本很小 日本很小 其實他慢慢每代都在說 但問題是 他自一代 不是一代 一代 一、二代 其實還是很像普通向的遊戲 即是說 有個普通通通的世界觀 在一個很小的地方做 就不像是一塊很龐大的地圖 很完整的世界裡面 做一個的一部分 他真是一個小故事 小背景 去到第三代這個 即是雲觀的概念 才開始出到 第三代之後 第四代 其實第四代 講古 講古講得多些 是啊 第四代也是講古 但第四代講的 其實就 沒有什麼人知道 也都 後面沒有用到 很多東西 因為之後 那個跟魔人有關 這個一開始 就是跟魔人魔王有關 那些設定就是 魔王有關 但現在 到了現在八代 都還沒有正式進魔人片 所以真的拖得太久 我等著小公主 哈哈哈哈 那繼續講 那 打個問一下 來到 即是 到了第三代 第四代之後 突然間就好像 無以為繼 變了出了資料片 這樣 那你 那時候應該說 他們還沒決定製作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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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底之後 下一步應該怎麼走呢 是玩這個 國與國的SLG 還是繼續玩這個 RPG 還是繼續玩這個 RPG 因為其實 第一代 簡介一下 是時候 第一代 他就帶出了 Lisas的 王女 就是 王女佬把事件 買了奴隸燒 所以 就是這兩樣東西 是的 第二代 大家會在 Erasoft 2010 重製版 可能有人接觸過 但也可能會因為 那個系統 太過舊式而腳步 所以 不可以發現 一定會有這種人 他就說回 那個叫什麼 自由都市 四魔女 是的 我在想那個地方叫什麼 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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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小小小的金銅 是的 很奇怪 不是三代魔人的名字 更奇怪 那個什麼 艾太露 艾霧 艾霧 還是什麼 不記得 很搞笑 好像有個初代 我沒有記錯 現在如果 我記憶沒有錯 好像初代還是第二代 應該初代 是有個叫 Lemon的魔人 魔王侵畏 是的 但是那個 又是另外一員 總之他很喜歡搞這些名字 那 第二代 其實 自由都市 其實他最重要的元素 對我個人而言 就是 魔神將來 還有 紙中央出來了 魔神就是紙中央 哈哈 是的 我想很多人都會同意 這系列的 一個很人氣的人物 這個算不算 很嬌的紙組 真的 真的 都算了 那時候 91年 但是他又不是真的算是傲嬌的 他 不算是傲嬌 他真的不喜歡 他真的不喜歡藍絲 但是怎麼說呢 應該是傲嬌化 慢慢 他是不喜歡藍絲 但是真的想的時候 他又不會特別介意 又不是特別介意的 是的 他的樣子也很抗拒 很抗拒 但是 又會 又會有反應 那很難說沒有反應的 那不是 100代的照片 非常滿足到 各位回家 對這方面的要求 至少不像 有幾個 那幾個跟藍絲有關 就是特別 例如 卡米娜 卡米娜 這個 是 四天王 那時候 發誓 一定要殺藍絲 但是他被人孕育了 現在 算了 我們先說到那個位置 那 三代 又開展了一個大小的官 為什麼呢 因為第一代 雖然他是 Lisas的王女 只是拿出一個國家而已 其實沒有什麼特別的 就是 等於我跟你說 有馬集團 在日本 沒有問題的 我跟你說 任何一隻遊戲 任何地方 有個國家 有個公司 有個島 什麼設定都有 這些 沒有特別的 但是第二代 OK 跟一個主角去到別的地方 那沒事的 你當別人修學旅行也好 轉行也好 算了其他方面的事情 對 那就是 自由都市 其實也不算特別的 其他類型的遊戲 都很常見 但是問題 又到第三代 就來了 第三代的重點 就是 因為說 為了講過副題 一講過副題 大家會有些 容易理解 他是什麼 因為他是Lisas陷落 是 就是 說 隔離國家 我會叫做黑色國 但是他叫什麼 Herumazi 對 我們後面也可能叫做黑色國 這個Herumazi 這就是 北方的國家 先說說設定 Nisas 設定在 我們不要說國家設定 我們再說三代 後來才可以說 慢慢 那些 那 黑色國 這樣打過來 就是 打過去 開始已經說 有了我國家的戰鬥 那 其實地圖上 是另一角 有些人會開始滲入 那 然後問題是什麼 他藍絲 也會去找到 智俊鄉 那邊 因為 跟自由都市接倫 那 裡面 用上路的設定 然後又會 有這些 最重要的是 就是 因為黑色國 如果打過來 他是借助了 魔人那邊的勢力 所以 就會說 連 魔人界 那邊的設定 都會出來了 甚至乎 是什麼 就是 他們有部分的人 其實 目標就是 要復活第五代魔王 或者 有人叫第四代 即是 長髮裸女 Gill 如果想知道他是誰 想知道長髮裸女 Gill 就可以去第六代 OP 所以 應該說 三代 確立了很多 原因 因為 世界觀 開始 有些 明確了 一下子 又確認了兩個國家 那 另外一方面 就是 下一作 為什麼我們說 是 老餅時代 算是世界觀 寶原 都不知道算是什麼 因為 第四代 應該是說 魔人戰爭 基本上 我講完一次 就沒有 全部都是故事的主角 應該說 除了主角的方 之外 那些反角 要是死的 就死 消失的消失 用完即棄 都算是 其實 那些本來 都在上面等死 沒有的 因為 他 入 那些 鬥神 鬥將 那些設定 其實 要提一提 藍絲系列 和另一個系列 鬥神 鬥志系列 是有一定程度的 故事相通 和關係 首先 世界設定 是一樣的 人 是有 財能界限 有這個招式 可以有自己的 必殺技 劍戰鬥 魔法 魔法 戰鬥 統防 那些 另外還有 那些 這類 很奇怪的 非常奇怪 靈虎神 靈虎神 靈虎神的樣子 不斷變 每個人靈虎神 都不一樣 每個人靈虎神 都不一樣 還有這個 勤雜靈虎神 很奇怪 靈虎神 會脫衣服 好像 胡轉企 那一罐那個 最看死我 2代 LV神 是可以 跟他 可以上馬 但是 上完馬 你就不可以再升 是一個 非常有趣的 事 好奇怪 沒有 那 如果想知道 2代LV神 又可以玩回 2010 那 4代 那些小資料片 我們不會再看 因為是客騎 我們因為有一個更騎 叫 說五代 五代騎 五代 真的 是 提統騎 本身都有一個斷層 斷層很久 因為你四代 還是九十年代 突然間就跳到一個 原武城 你不理鬼畜王 因為鬼畜王 我幻想的是 葉仙 突然間一跳 差不多十年 就去了 原武城 你唯一的重點 唯一的重點 可以說出了 傻女 傻王女 這個 又真是一個重點 人氣越升越高 不是的 他的剃刀 挺好用的 但是被人說 他的攻擊力很難 增加上去 但是他這個本身就是兩面 煩勇局式 絕對魔法防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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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很威風的 這個系統性有多差呢 我們在下一集 講系統的人 就會再詳細說 但是 在設計 世界觀視上 其實就 沒什麼特別 沒有什麼特別 就是關於他的奧波事役 之後就 巴西斯 算是他老婆還是他事役呢 一開始是反過被他奴役的 他拿到真名 苦難的開始 苦難的開始 他不是也是第三代出的 是 第三代出來的 第三代他賣完聖鎧 不是 因為他那時候是 自由高使人 應該是 死火 總之我記得是 應該 不記得是 那時候為什麼 他去過山洞 是 然後裡面有隻狗的東西 然後他騙了名字 然後被人控制了 因為國魔知道的名字 不是 因為一開始我記得是 好像說 剛剛碰到他 在收集靈魂 因為國魔的任務就是收集靈魂 然後就是 他們通常就是 跟人類定下契約之後 然後完成契約 他們就會收集靈魂 這個在《豆神都市3》裡面 也有類似情節 那群人是屬靈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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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單止 其實我本身就是 不斷地屬靈魂 這個可以設定之後 我們之後就說 之後就引出了 碧蘭斯 這個又是另一個 很特殊的設定 這個也是 之後才有 我想起大幡獎的 複製陣內 又炮了 然後 第六代 大陸代 可以說正式提出 第三大國的另一個 因為剛才我們說過 地圖上面有幾個國家 第一代已經出過的 然後第三代打人的 黑色國 然後第三個大國 魔法大國 魔法國 西斯 西斯 至少有一大群 完全收藥控 是很喜歡被系統玩的 尤其有了NikoNiko之後 是這麼不斷地 將自己的戰鬥片段放上去 對 很奇怪 很奇怪 六代另外一個重點又是什麼 其實它又跟三代有點像 所以 就涉及到魔人那邊 又多一點 因為 六代 這個 西斯 崩壞 就不是別人國家打的 就是魔人那邊打過 由魔人做主動的 四天王之一 唯一的龍族 阿米拉 阿米拉 走來打 這樣 牽涉了很多的使徒 很多的使徒死了 還有 還有西斯的大量新角色出場 對 就是這個 眼鏡王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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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眼鏡王女都不算太厲害 烏 烏 烏 真正的女主角 唯一一個人類的魔法level 3 那些人 還有鐵拳 還有王子 王子 這個又是九位的登場 九位是王子 這個大叔 其實 三代出來的時候 完全是奸角的感覺 當時 臉很瘦 眼神又陰陰濕濕濕 那種鬥雞 不知道為什麼 六代變了那麼多 六爛應該又再瘦一點 但好像肥了 肥了只是健碩 然後 這個 這個 算是可以說正式說了三個國家 其中六代的重要性 就是成功把蘭斯的品牌 再次建立給大家 是啊 因為五代太難了 但六代是好玩的 戰鬥元素 角色也很好 還有 CG上面 算是一個大飛躍 是 那時候 剛剛 始終 大鱷師 成功把畫風統一了 是啊 始終 你說 2003 2004年 其實很多不同的傳統廠 都有一種明顯的畫風上的轉變 或者可以說更多 因為那時候是CG的真正興起時代 是啊 剛剛那個千禧年的時候 CG又是人經開始發達的 但就不會說特別多人使用 或者特別多人留意 等於我們遲些可能會說的天使社 是啊 就是這個E社 它是這個 戰旅神2 和幻年紀將軍2 中間的對比 那個落差是很大 因為幻年2是2003年出的 那你會看到那個落差 很多廠都會在這段時間 有明顯的畫風上面的大改進 那第六代也不例 同樣奴利 系統上面本來也是成熟 局部地震 所以很多不同的廠都會局部地震 那就是第七代 第七代 全部人都認識的 戰局難思 這個也算是另外一個 打出大量人物的時代 因為剛才說過 除了第一代之外 最少人物出出 是啊 因為第一代 因為沒有人物 所以只可以說 還是會主線出來 黃女 侍女 馬尼納 建幫 沒有了 都應該沒有了 那些什麼軍 還有他最重要 因為他用了戰國 這個做背景前領 很多人都知道 在日本那邊 三國時代和日本戰國時代 這兩樣都是好些的華麗 即是光雲 很容易的作品題材 長久歷來都不會衰退 沒有啊 我自己都在苦路 看到PS3出的經典系列 有戰國 決鬥按出來 但我想玩決鬥3 沒有決鬥日 但沒有PS2在倉上 沒有空 這些 很多人的回憶 好玩啊 這個其實 你又不可以完全說戰國 這些類型的東西 跟蘭斯里尼沒有關係 第一 他有個連著的東西叫做日本 第二 因為有一個人叫做藤堂石苑 出來的 藤堂石苑 那時候 還有月餅 月餅 現在很近 有榮華 有大派 差不多 那些人就會出來 所以 你說他去日本 有戰國 這堆東西 他又不算是 你在那裡過橋玩的 當然 裡面出了幾位 比較有名氣的 做得起的角色 有幾位以前 就已經做起了 例如三本五十六 五十六 就出來很久 五十六 再次拿出來 因為鬼畜王 非常受歡迎 不知道為什麼 其實沒有什麼特別 五十六 是沒有什麼特別的 那你又不可以否認 他戰國藍絲 那代五十六 那幾張獅子 是很漂亮的 是很漂亮的 當然 你說他部分的故事 又不算 都是寫老爸老母 寫小弟 其實故事 個個都差不多 至少那邊都是 死老爸 死老母 死小弟 死了自己 好像很慘 其實就沒有 那你不要說 對啦 死老母 李子也是這樣 李子被人滅過 也是這樣 那你又不會覺得李子很慘 不知道為什麼 當然 說到最後 最人氣的角色 當然是 上岔姐姐 人都認識的 無可否認 這件事 其實有些事情 楊謙信的待遇 真的太好了 對比其他角色 喂 他八十二 有一張大掛布 你不要說 你又沒有說 不單止他這些 故事裡面的待遇 實在太好了 不覺得他 吃飯 他受過什麼挫折 好像馬利亞 你不去限時打他 四彎他就挫折了 那邊都知道 他是其他 之後又沒有了 他好人 馬利亞 四魔女裡面的馬利亞 之後那邊 眼鏡 真的很淒涼 明明喜歡蘭絲 但又因為蘭絲不喜歡他 所以不敢表白 但又捨覺不到這段感情 然後別人要來追求他 蘭絲又過來搞事 這個白犯發生的事 很淒涼 很奇怪 那些心愛的製成品 有時候被人弄破 又不夠電 所以見到子中香 在八代 不斷反映 我看得很開心 那子中香 是馬利亞的Fan 又是親戚 應該說是 同一個 養父 養大的 四魔女 這樣 七代 除了 尚慘了 還有什麼 靈女 還有香肌 戰機 也算 戰機 個人喜好 不是 戰機是小遊戲 有出他的 有出他的 戰機靈女和誰 忘記了 算慘 好像是小遊戲 這樣 在八代也很見 八代就算是回到主線 即是又離開日本 要我說是主線整合 不是回到主線 是主線整合 對 為什麼叫做整合 因為他離開日本 首先 手持一大兩角色 其實不是大兩角色 慢慢加入 那 這個 婦婆 那個是什麼 Koria 婦婆 對 那個婦婆 靈女 跟著 後來 後來 又加入 香肌又過來了 跟著本身有四魔女 又出來 跟著有王女 這些都出來 有提量的舊局式 有些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資料庫 好認真 看過資料庫 有沒有收齊全部人物 有其中一些 完全 他差不多六十個 全部 不止六十個 六十個嗎 好像六十個 我現在都七十個都沒齊 其中有一個 有一個是旅行收集家 就在鬥神那邊出來的 藍絲四鬥神都市議 那次出來的 我還沒有收到 那個就是 旅行冒險者 正確有些人說 旅行冒險者 另外 還有一個 是藍絲二出來的 使用幻夢劍 使用幻夢劍 那時候是 黃色盔甲那個人 劍術比賽出來的 但又出來之後 有一次一試 出完獅子之後 那個人都沒什麼 沒有用 不是別人的角色 那沒什麼 就算八代也沒什麼用 真的沒什麼用 你打上了塔 不斷死人 那時候 就可以把他出來死 還有一個 寶箱 寶箱 有一個 猜不到會出來的角色 是的 我知道 還有番茄 Tomato 那八代出了很多角色 不是 以前那一代 開始 那些 最緊要的八代 重點是 他有一些人物 赴 給你們看 他在LP 多少年做的 LP 是裏面 那裏面 是因爲 讓一些生活家 重新認識 其實很好 當然 看看 又是經典回味 因為他有一些 當然有些是重劃過,因為有些是在2010重劃過 大貨品主要用的都是六、七代 六代和七代,主要都是六代和七代 那些就很少 應該說有鬼速王裡面的人氣角色 鬼速王的人氣角色和六代、七代 鬼速王的角色太多,出不了 主要是Lisas那些 Lia今次出來了 Lia經常出來 Lia經常出來,但都是過氣 過氣,搞搞搞就算了 今次接觸到一個大題目,就是卡拉 力都力,接觸到另一個就是最大宗教 AL教團 ALF已經沒有了,可以說是DSE教團 這個很甜蜜 因為AL已經沒有了 末代高考過了 AL教團,即法王 可以說是第四代鬥神以外 之後又接觸到類似的題目 其實他也說得很白的了 第九代就開發中 第九代都如無意外 就去黑色角了 其實他原本一開始設定 一開始設定上面 八已經是一色角 他那邊設定集上有寫的 有一封設定圖 在上面這樣寫的 就是黑色角的 黑色角編 阿蘭斯的設定圖 那時候是一副重裝甲的 整個已經是一國之軍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 在這次第八代 轉了回到RPG的形式 是比較令人偽陷 還要是第一代是很差的RPG 我連基本攻擊都用完了 怎麼搞的 站在那裡 其實他跟以前的行動回合 或者是 六代 用回六代的行動 會比較好 那些SP 因為他不是七代打迷宮 我用打法 你根本沒有那麼多人 是做到主力 亦都不能這樣訓練 不是真的 玩下去會覺得很痛苦 極度痛苦 這樣 算了 我們接近說完了 他那個 衰竹的年期 接著我們就 可以正式開始說 這個世界觀 那我們下一節回來 繼續 好 回到 之前我們那節說了一些 好悶 悶到我都 未必很悶到我都 我自己說的話 很悶 悶到可能很多人都覺得 嘩 你講年期 啊 講一下這些 我知道啦 這樣 你這樣叫什麼 講歷史啊 這樣 這次就 說回真真正正的世界觀 設定那一類 是啊 這樣 其實很多人 有時候玩樂 會不會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那些人們 會說自己會升等級 降等級 有什麼才能 等級限界 我以後會彈一些 不知什麼特別的Skill 特殊技能 那些特殊技能 絕對魔法 他每個人 有些很奇怪的東西 感覺很奇怪 是 他們的言行設定 感覺不像 普通的世界設定 是的 那麼 第一 他會有一點點 叫Level 那Level 是做什麼呢 即是每個人的能力 是去到多少 其實跟普通的Level很相似 但是每個人有 叫做才能界限 即是說 那個人 最極限的可以做到多少 那裡面大概有提過的 例如說 Level 10 就叫做 100個人 一般的強者 對 一般的強者 接著 去到什麼 20 就已經在 100個之中 就只剩下一個 是的 其實隨著Level 10 慢慢越高 就會不斷 即是個人就越精英 但其實大家又會很疑惑 那些人 六七十Level 那些什麼人的怪物 這個是後期設定問題 因為早期設定 早期設定的人 很低 人類 人類界限 只可以去到51 但是大家會看到 這個上纏姐姐 那些去到六字頭 七字頭 那些 那些 就開始 因為後面的問題 開始說 因為大家會看到 早期那個 反過來 人類是這樣 但其他其他勢力 例如說 魔人那邊 對比一下他 就很誇張 那些可以過100 120 200 240 那些 所以其實會看到 一個明顯的落差 這個是那個Level 設定上的東西 但是 那個世界觀 我們就 有個共識的 我們喜歡 這個就比較像一個 什麼 RP轉的遊戲世界 為什麼會這樣呢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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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造神 應該說 一開始 藍絲的世界 設定上 一開始 就是什麼都沒有 一隻很大的 白色鯨魚 有一天 他就真的很無聊 忍不住 很無聊 要找些事情做 那他做了什麼呢 他就 他叫Player Main player Main player 主要玩家 他自己創造了一個世界 主要就做了兩樣東西出來 海洋公園和物得士林 哈哈哈哈 一個就是 這個 遊戲世界的玩家 另外一個 一個 要有奸 就自然 要對抗 應該說 弱殺這個 Main player的魔王 他就做了這兩樣東西出來 其實 一開始主要就做了這兩樣東西出來 即是 怎樣 拿一個碗 把兩隻色鯨魚下去打 對 沒錯 就有空就看看 這個魔王 如何殘弱地去 殺殺了 Main player 又要看Main player 如何在這個絕境之中 堅強生存 他就主要是看這些來解閉門 但是Main player一開始就不是人來的 哈哈 各位 串燒小怨事 哈哈 各位 大家玩百雅六七百的時候 或者都會見到一種 monster 就叫馬魯摩羅 就是一粒粒 有一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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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隻就是馬魯摩羅 不是的 你這個在 鬥神都市三都會見到的 對 對 圓波波 對 圓波波一粒粒那些 那些就是一開始的Main player 團子三兄弟 但 這個Main player有一個很大的缺點 太弱了 就算怎樣團結一心 去反抗都是沒有用 都是只可以拿到那些人殘殺的 魚蛋是 supposed被人刺的 是一串 這樣來的 所以沒辦法了 這個有個 先說一說 另外其實同期的魔王 有個特殊的魔王 第一代 有個特殊的魔王 初代魔王 同期魔王 都是馬魯摩羅 但是那隻很大隻 都是馬魯摩羅 因為馬魯摩羅會改變的 這就是說回蘭斯世界海里現時設定 這個 四天王北投 嘩 那隻怪獸 最喜歡的 觸手怪 觸手怪 真的觸手怪 好觸手怪 好像是 我沒記錯 八隻手六隻腳 然後三個頭 好多隻觸手 還有 有三條新的器 好奇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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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也是全身 全身的器官都會被普通人多出來的 那Binary Fusion 這個呢 就是由馬魯摩羅 第一代的Main Player 不斷苦戰 其實因為馬魯摩羅 一開始財能界限很低 為什麼提升自己的財能界限呢 就是不斷挑戰給自己強的對手 當你贏了之後 你的財能界限就可以上升 所以這個 裡面也設定稱它為 努力家 只不過它是一個很醜的努力家 不是一個很好吃的努力家 對 整天想吃這個卡米拉 卡米拉 不單是卡米拉 卡米拉 應該不是想吃 是正當追求的對象 是真的求婚的 對 那繼續說 初代魔王又怎樣形容了這個東西 有國怪獸 我真的不知道 都是得追切令熊 這些是切令熊 好噁心 很便宜 整個鼻梯 我覺得 都會被鼻梯整個 八爪魚 都可以 一隻白色的八爪魚 先說他們 第一代魔王和Main Player 因為講過了 第一代Main Player 就是太弱只能被人殘殺 於是創造主又再做了第二代Main Player 隆足 隆足 沒錯 有減於第一代 實在太弱了 完全無法展現這個互相競爭的樂趣出來 所以他們今次不做 全方面的力量 有智慧 有實力 我想一個廣告 我經常看不明白 有一個廣告是會計公司 我們努力有智慧 我想也不明白 即是怎樣 因為上帝祝福你 什麼叫我們努力有智慧 想怎樣 這個真是天散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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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散 有一次偶元的相遇 要先說第二代魔王 第二代魔王其實是龍族 是的 但為何第二代 突然被人變成龍族 就是一次偶爾的相遇 一條龍就和發爪魚藏到 然後龍就殺了發爪魚王 然後更加不小心 突然沾了他的血 就送你成章變成魔王 是的 因為要成為魔王 有幾個原來的方法 第一個方法就是 魔王叫你做 要是創造神叫你做 要是又殺了魔王去 然後就肉血 即是你喝了他的血 或者喝了他的血 可能會變魔人 即是 take over 即被他的血射到 鬼畜黃藍絲也有類似的情侶節 所以其實有幾種東西 有些是被人打死 打贏做 有些是神叫他做 有些是另外傳承 但第二代就是不小心打死 所以就不小心做了 另外還有成為魔王 有一樣很特別的事情要說 當你成為魔王之後 你就會自動地對Main Player 產生敵意 鬼畜黃藍絲說過 好奇怪 你就會自動地對Main Player 產生敵意 就會開始想消滅他們 而之後 這個也是第二代Main Player 不是第二代魔王慘死的原因 第二代Main Player 就是龍族 第二代魔王也是龍族 龍族就有個很有趣的設定 龍族只有一個女兒 就是卡米拉 即是卡米拉 那問題來 他做了魔王 他想殺死龍族 就是他殺死Main Player 龍族只有一個女兒 那他當然想殺死女兒 於是做了什麼呢 他就跑去殺死女兒 但是問題來 Main Player那邊的龍族 自己也有個王 也會有 於是龍族 圍偶魔王 就出現了這麼搞笑的情況 即是龍族打龍族 只不過有一個龍族 就變成魔王 其他龍族就圍偶 但這次就反轉了情況 是Main Player 追著魔王來殺 是的 結果魔王又收了皮了 但這個結果 創造主體樂 又很不開心 因為又說武器好看的 哈哈哈哈 所以這次呢 就想一些很屈膝的手段 直接派天使去維持龍族 龍族就死了 天獻 這些正宗的天獻 唉 龍族就收了皮了 然後到第三代的魔王 第三代的魔王 又是被人指名的 這個就是因為第二代 是鑑沙被人殺死 完全無法損死 所以就要魔王給他一些威威技能 就是無敵結界出現了 無敵結界 這個簡單來說就是 沒有任何人可以傷害到他 無論是魔法也好 物理也好 是沒有一樣東西可以傷害到他的 所以就基本上打不死 但是他的馬仔可以被人打死 馬仔可以被人打死 那場戲可以看久一點 但問題來了 如果魔王打不死 如果那個魔王打不死 那三超神那些就很悶 於是又有其他東西 就是魔王是定期會收皮的 是 他是會死的 那他的壽命是不可以多過一千年的 但第三代魔王 因為本身太弱的關係 又出現了一些疑 所以就五百年就收皮了 即是半生命 好像那些核子那樣 那又五百年就收工了 但這次又成功拿到這個無敵術性 終於可以競正式式堂堂正正的 剪開了這個和Main Player之間的缺子 是的 第四代魔王是一個非常積極進取的魔王 是的 即是殺Main Player方面不為餘力 是的 不為餘力 而這個時候的Main Player也成功轉變成為人類 是的 但是人類有沒有真的站在那裡被你殺 是很成功的被人殺了很多 也都想過這件事 創造主 這個就是 假如真的不夠打 殺到差不多沒有了 那那一刻又可以怎樣呢 又沒有氣體 那怎麼辦呢 於是有一個新的系統出來了 勇者System 好像那些卡遊戲 不斷加東西 即是勇者System 是不是現在的機智所謂的底力 每當你血量減到一定時候 你的迴避命中就自動提升了 不是很多遊戲都有的 勇者的系統是什麼呢 他很差勁 是計算人類人口 總人口 總人口 總人口是零 總人口是從很多人 勇者就不會出現 那死了一點 勇者就開始覺醒了 再死了一點 那些死了一點 那些死了一點是多少個成 不是多少% 即是你有一百億人 死了20億就開始覺醒了 再死了20億 能力就可以提升了 能力就提升了 能力提升的解法是什麼呢 他越來越厲害 簡單來說 其實都是一些不可言喻的好運 對 我先說一下能力 能力就是 人口越來越少能力越來越強 但也可以不斷打贏魔王 可以打贏魔 그것 死了一半 較多 쓸它 死 당연實 好容易死情 通往最好 但優敗也會死 很奇怪的設定 另外 Amber intended 同一招對他不會有效兩次 很奇怪的 大家看同期在做的 警戒線上的河外藏 也有傻子在做這些 同一招對他不會有效兩次 英國的守護法器 有類似的設定 這個故事的主角蘭絲 就是無限像勇者 但又好像不是勇者人 沒有說過是甚麼 沒有說過是甚麼原因 勇者還有一個年齡設定 20歲之前 就不是勇者了 就像Spray Beach一樣 其實這個設定一開始 會在笑另一間廠 同樣因為這個 蘭絲紮計勇者 有一頭 清爽的紅色頭髮 是勇者來的 其實他究竟想玩哪個角色呢 稍微有些年齡的玩家都已經知道 這裏就不能說出來 四代魔王 他不斷殘殺人類的效果 當然就是令到勇者覺醒 勇者超威 勇者不斷加強 於是就被勇者搞定了 這次第四代魔王又 第四代魔王 其實也是很正直的 因為他最後都很認真地跟他傳承人 長髮裸女 講解一下勇者 看見到一個人 沒有手沒有腳 沒有手沒有腳 沒有手沒有腳可以出書 結婚 如果你是鬼魯就行 這女兒本身是甚麼呢 這是第五代魔王 這個Gill 大家在第六代的OP 會見到她 是一個藍頭髮 算是甚麼 深小色皮膚 楊哲娟好的一個美女 但是她是一個生存的人類 即是一個主角 但是她是一個智者 然後被人歧視 被人靠害 然後被人屈 然後被人斬手斬腳 被人扔在一邊 好像被人鄰家 那些東西 然後在被人扔在一邊的過程之中 就看到這個 就是收工的魔王 魔王又把 我給你做下代魔王 因為剛才我們已經說過 做了魔王之後 就會自動對Main player 產生一個強力的敵意 而且加上她本身 身前已經是被人 斬手斬腳 一大堆東西 於是就算為了 這個藍絲世界上面 最邪惡的 凶殘的魔王 尤其更加吸收了 第四代魔王的經驗 對人類的做法是 全員奴隸化 是不殺的 是不殺的 於是勇者是不會出來的 是的 她最威風的地方 就是那些一年 全部人類的國家消滅了 這個時候 最黑暗的時候 也是英雄出現的時候 這個時候 曾經有五位勇者出現 五位勇者 大家經常會看到其中一位 但大家就不知道那個是勇者 現在經常見到其中一位 傳說的五人 傳說的五人 不是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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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他們真的分到色 分到 白色 黑色 藍色 好像有得得地 金色 金色 最後那個不記得 粉爐色 那個魔法 那個女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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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理 算了 不要研究這些 總之 他們是甚麼 傳說的五人 是甚麼 一班 五條傻佬 超致魔王的勇者 這班人 這班人 每個人都很厲害 每個人都很厲害 包括 擁有勇者 接近勇者特性的道策 就是咕嚕咕嚕的設定 這些道策 這個大賢人 魔法師 他們千山萬苦 三季九寇之後 又找到三超臣 不是 他們設定很威脅 他們一開始是搞定 一個藝神 應該說 神的失敗品 他們也是在RPG的世界 有空無事 走走迷宮 找寶藏 但有一次 就不小心 撞到一隻 叫做 神的失敗品 這個有小說出來 曾經有小說出來 詳情就不說 簡單來說 他們就撞到一隻大怪物 打死了 對 打死了這隻 但照道理 人類是沒有可能戰勝他們 戰勝那隻怪物 其中三超臣之一 看到大衛震撼 其中一個頭領 因為重傷 電後 只有四個人去了 三超臣之一 召見他們 問你們有什麼願望 作為你們激動了這個失敗品的獎勵 他們的願望就是痛苦的開始 又是 他們有兩位人兄很正直的 他們的願望就是 我們可以激到魔王的力量 另外 另外 另外兩個人在一剎之間 起了私心 是的 有一個人 就是 五個人 一邊有兩條是女 來的 其中一個正直就是 正直 正直 和正直的女 正直有一個是女 另外一個正直人 就是男人 來的 我們先不要說這兩個是誰 然後 另外那個女 就不正直 有私心 那她要做什麼 因為正直的女 是很漂亮的 她是羨慕別人的美貌 於是就 希望可以有這個 世上最 永遠的美貌 永遠的美貌 是的 然後另外一個人 就說 因為那個魔法才能 大言人 應該說 他就要了解世界的一切 是的 後果是很簡單的 我們最後才說的 那兩條正直人 大言智者 了解世界一切 只一個是創造者玩具 拿來給別人玩 然後 心灰意難 就躲在一旁 後來又出來了 後來又出來了 其實都是鬼出門 才出來 都是傻了 正傳都沒出來 不單是傻了 還有這個 紳士 嗜好的 其中一個高級紳士 來的 不要理了 我突然想起油馬 哈哈 那 那 剛才是漂亮的 因為她有永遠的美貌 於是她就不斷被歷代不同的人 去搶奪 去搞 去游輪 去游輪 於是就變成一個永遠的 倡婦 永遠的倡婦 那另外那兩個 其實那個搜門口那個 叫不叫做呢 搜門口那個 即第五個人 第五個人 第五個人 那個真是淒涼 那個 什麼都沒有不止 那個可以另外之後再說 最後再說這個 那個 那個塔運了 不是 被人學了魔法 詛咒魔法 這個就是我們之前的一些小護士 可以留待之後再說 正直的兩人 正直的兩人 一男一女 一刀一劍 一刀一劍 一個的名字叫日光 一個就叫卡奧斯 卡奧斯 那大家聽到這兩個名字 就會知道是什麼 一個就變成藍絲手上把劍 一個就是劍太郎的刀 劍太郎的刀 大家都可以知道 為什麼這兩個 無端端會有兩把 可以擊殺魔人的武器 究竟是怎樣來的呢 就是這樣來的 還有為什麼卡奧斯 會對魔人那些這麼執著呢 日光那些 其實那些 全部都是跟魔人有仇的 日光本來是在Japan的一個道場 長大 然後父母也被魔人搞定了 那時候也是 那時候也是 袁石宇的那個年代 剛剛好就是魔人來襲 即是大家玩 戰國蘭斯 那條死人口 take over 信長的那個人 就是把日本 打回頭 那麼 兩個人 大家又不明白 他們要擊殺魔王的力量 為什麼會變成一把兩把東西呢 因為 你說你要力量 沒有說你要你自己做 你沒有說自己做 你沒有說用什麼形式 那我就讓你變成一把刀 你不是要擊殺他的力量 不過要人揮你 那意思 哎呀 又是很可悲的 是啊 那沒有 即是我沒有說過我會否決 或者我沒有支持過國民教育 那你說什麼 哈哈 是不是 即是那些原理一樣 另外 之後就說回最可悲 守門口的位 其實大家一個五人裡面 是屬於頭頭角色 是的 也為了幫同伴擋招才重新 但是他們在打直大怪獸之前 曾經 替天行道 搞定了一個魔女 是的 但是魔女呢 有兩個弟子 有兩個徒弟 其中一個呢 是有一個 捐好樣貌的男性 剛才也都說過 大致者是一個有高級紳士匹好的 哈哈哈哈 他其實非常喜歡男性 於是就情不自禁地跟那位樣貌捐好的男性發生了關係 哈哈哈哈 我突然想這件事 我突然想這件事 昨天虎珠如果沒有入牌銀火呢 那會不會第一環是女性 黑子 黑子籃球 哈哈 你那真是大眾 富的年代終於過了 嗯 好了 先說回來 那位男性 你心懷願了 尾隨著那位傳說的 這樣 即尋求報仇的機會 然後這個時候到了 重傷的頭頭在外面守著門口 然後他就走過去 落了一個咀咀魔法 就是將它封在石頭裡 一輩子都不會死的 於是就變成石板佬了 是 那位藍絲山官司出過來了 是 在拿卡奧斯魔劍之前 是走過出來的 好奇怪 鬼畜王又走過出來 有把石板佬 是 好淒涼的 不是開玩笑 鬼畜王我記得 他求卡奧斯 叫藍絲救他出來 但藍絲不用 為什麼呢 因為他是男人 哈哈 是一個非常可憐的 是呀 好淨啊 那 講完廚說的五人 那我們就講 第五代魔王 他殺了一些人 不是他殺了一些人 他搞定了一些人 但問題是 其實他是做了很多事情 包括有收了幾個厲害的男人 那當時有一個勇者 勇者 勇者 就跑去說 我要走去打魔王 那勇者 誰知道去打魔王 就 是不是不夠魔王打 不夠魔王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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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魔王賞識他 他就說 你都挺厲害的 不如你過來做我的男人 於是就把勇者 變成魔人 那這個勇者的名字 就叫做 戒 勇者王 是的 好像拿著 Guncannon的那個人的名字 好像一樣 是的 這個勇者 他很奇怪 他好像有兩塊臉 他有兩個人格 一個是好一個壞 那後來 這位 變成魔人的勇者 就憑著自己的實力 就做了這個魔人不投 就是這個最厲害的魔人 是 那後來 下刻上就出現了 因為 其實最主要是 第五代 裸女 他還是一直不深色 就是做舊年期 一千年期到了 大概不深色 要找這個嚴命的方法 是 然後就研究了一種 次元的力量 即是這個二次元的力量 他研發了其中一種 但是他還未成功 還未成功 然後就被Kai成功利用了 將他封印在這個 時空的俠虹之中 是的 於是就有三代 第三代蘭斯的故事 就是封印出來 因為 那時候魔劍卡奧斯 就是Kai的配角 是的 是Kai的武器 於是卡奧斯就變了一個封印 封印了 第五代魔王 那 那 第六代魔王 阿佳 其實說話不多 說話不多 唯一說話 就是人類實力 開始慢慢 真的漸大 應該是在他統治之後 就開始三大國成立 是的 因為那時候是完全壞面的 全員奧帝化 由七成死了以上 那些人類 因為阿佳本身自己也是人 雖然第五代也是人 敵士沒有那麼厲害 是一個比較有理性的魔王 還有他的遺言 就算留在那裡 都是叫做 不要去搞人 那些事情 主要不要搞人 有你們的領土就足夠 所以他的第六代魔王的時間 就令到人類的發展又昌盛了很多 而且他那些仙蟲很有趣 曾經試過跟人類同盟 他們在魔王那邊 於是所謂的三大國 即是由北邊的黑色國 就是Heroebus 然後魔法 然後Lisers 和魔法的Says 都是在這段期間成立的 自由都市有些東西 當然還有其他 其中有一段特別要說的就是聖魔戰爭 那段很大 都可以 講一下 講一下大略 就是講回人類勢力越來越大 其中有一些天才木 有一個天才國 MM MM是美美 MM是簡稱 MM的簡稱 成功將這個生命和機械完全融合 將人的戰鬥力可以倍升 又稱之為鬥將 然後再開發出一種對魔人專用的兵器 又稱之為鬥神 然後更加有這個對魔人用要塞 鬥神都市 那時候他們正式和魔人宣戰 打了很多年 死了很多 但那時候發生過一些事 中間發生過一些事 他們的實力真的很厲害 基本上一般來說 直接對上魔人的話 他們都是可以有贏 魔人打了很久 因為魔人有無敵結界 他們打不住 所以基本上不硬堪魔人的話 他們都是沒有問題的 但有些人就發生了一些問題 因為MM是一個魔法師 其實主要都是用魔法做主導 但有些不懂魔法的人呢 他們就對這個無止境的戰爭有些厭倦了 於是想著反過來做回事 就搶MM的位置做 於是就跟魔人結盟 然後MM知道了就很生氣 就決定要殺所有人 主要是殺所有不懂魔法的人 但是就失敗了 其中就有很多過程 就長城不說 但最後都是由三大角 繼續保持現狀 然後魔人也是 退回自己那邊 因為最簡單是什麼 地圖沒有玩過鬼畜王的人 大概說一下 他就像是一本書打開 在你的左手面 就是魔人那邊 分上下兩部分 兩部分 我之後才說 那你本書的右手面 即握手那邊 正中間在你上面 就是黑色角 在黑色角的 再右手面 就是書角 書角那個位 就是Lisas 即是黃女的角 還有明顯的一點 就是Japan 對 那個不是書來的 那個書以外 那個書籤寫出來的東西 那個是 再過一些就是Japan 然後去到下面 Lisas的正下面 就是自由都市 它還未到書角 它是兩個書角的中間 是 自由都市 比較小一點 特別一點 應該是一些空白都市 用三個字來講 就是空白都市 即是那些 什麼 潰溪 那些 然後呢 你本書 近著兩個摺位中間 但是又在你右邊的板 那個就是魔法角 這個 Sers 大概的地圖就是這樣 所以大家又會明白到 這個黑色角 就是Helmus 和Sers 是和魔人接樣的 於是就會形成到 為何說 第六代 魔人可以直接打過去 這個問題出來了 那 講完這個聖魔戰爭 主要講回 為何是第四代 說是廣古這樣說的 這個 因為 真的 人出來了 之後死了 就沒有了 然後 第七代 第七代 其實沒什麼 第七代 第一年就是 講美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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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 第一年燈位 也是蘭斯故事的正式開始 美樹 來水美樹 第七代 魔人 是怎樣來的呢 就是 就是因為 街 知道自己就是收工了 就是一千年 原本他想給女兒做的 她的女兒就是 都是四魔人之一 魔人四天 最終一些少公主 是啊 這樣 但是 後來 他就看預言 發覺到 他的繼承人 就不在這裡 就在異世界 於是他就不知 為何去了現代日本 成功 招喚了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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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水美樹 好 就你做魔王 好奇怪 那時候呢 那時候呢 另外發生了一些小事情 是 美樹的同班同學兼戀人 這個健太郎 也莫名其妙地來了 健太郎 也莫名其妙地來了這個 癌絲世界 是啊 所以就在美樹接受了這個魔王儀式的那一剎那 就救了這個美樹 那美樹 就是一個 喚完喚的魔王 即是他雖然成為魔王 但還沒有局勢 是啊 那所以 第七代 大家都看到了 這個 爆炸頭 啊 不是 那時候他不是爆炸頭 變了魔人先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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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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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粒粒,酸橙,屈,那些應該叫 去到第八代,就要解決,Shiro變成兵的問題 但去找卡拉,也搞不定 回到魔人那邊,為什麼魔人說魔人分成兩派 就是因為羅斯秘書的失蹤 看到沒有人分成兩派,一批就是激重的武鬥派 即是捉手佬,即是剛才的馬路摩羅編 他們主張對人類廣告殺絕,沒什麼所謂 就算不廣告殺絕,也要將他們變成奴隸 另外一批就是叫小公主 他們都是很繼承負命,一般來說沒有什麼事就不會招惹人類 對,他們是在下面的,不是在上面 那東選是什麼呢,研究一下小魔人的東西 其實你覺得他們如果要打,即是正章,我不算鬼畜王 正章,他們要打,他們應該先打誰 我覺得他應該會打小公主 他應該會亂小公主 紅麵超人都在破壞,不算鬼畜王 假如說可以從這裡進到線,你們成功跟莎莉娜搞好關係 什麼叫搞好關係? 其實他們搞過幾次關係 對,幾代都會有他的份 他算是最早出的女魔人 對,真的很早 還有一件很重要的 藍絲一直都很關心這個女性的安全 尤其是主子之身的女性 尤其是主子之身的女性 很關心的 假如他可以跟莎莉娜搞好關係 再得知小公主是女性 而又得知他被觸手櫃打的時候 就可以上演一幕非常精彩的英雄救命 但是為什麼他那些人 卡米拉又不幫他? 對 因為 因為一般來說 他只要不傷害女性 這樣就沒問題了 補充一下 這個鬼畜王蘭絲 如果大家任由 下面那些觸手魔人 打上去殲滅小公主 小公主是會被人 發生了這個 發生了一個超慘而凌辱的 沒有人可以承受到的 神經病 有什麼刺穿了一隻眼 然後又好像什麼 六位數字界的窩拔 在郵輪 是啊 很恐怖 所以還是看人對人 找巴蘭絲和他 會比較 結文好像比較好 結文這個字怎麼解讀 就是自己想的 這個 但是我想他要出都要去到十代 有可能 因為十代會完 但他們沒有說過完 是去到哪裡 他們不一定要去創造主那邊 是啊 沒有的 現在 大致上世界觀就是這樣 其實一直來說 蘭絲世界都是 原來是原來是魔王的鬥爭 是啊 絕對不是職前家和其他人的鬥爭 魔軍的鬥爭 是啊 都算的 魔軍都算的 魔軍都是 其中一角 叫做 我們說了這麼久 我們下一集就會說 遊戲系統這個東西 但是 會不會提一提一些我們在意的一些經典劇場呢 在舊年代篇先 講一些舊年代篇 因為有些 我們下一集就有其他 有一兩個新 近年的玩家玩 他們知道你未必有那麼多 那麼我們可以講一講 我先講一講 這個魔賞 紫樽香 在這個第三代 就有發生了一個重要的角色 重要的角色 當然不單止是 他在這個 第三代的Lisers陷落 於是 蘭絲就走了 去幫Lisers的軍隊 聯合自由都市的軍隊 去對他黑色過和魔人過 魔人那邊 就有幾個人來計 除了你說他會放 第三 第五代魔人 裸女 之外 有些人都會打 這樣呢 就有個叫紳士魔人 或者叫洗腦魔人 洗腦魔人 那洗腦魔人 真的是人 其實很正直 很正直 雖然變了魔人 所以才是敵視人類 對 他還有三條馬仔 是三姊妹 那就OK的 誰知道 他有三個都不夠 當他跟紫樁香交手之後 發覺 哇 魔人很正 即是跟各位玩家一樣 魔人很正 然後蘭絲用這個 糟糕 就有什麼 你說我 我忍不住 笑 誰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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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算是 剝了魔人的衣服 你的經典前 又有你說 他剝了魔人的衣服 突然有個裸女 他自己又想要 去搭堂 然後看了 然後 有個法娃的制度 被蘭絲一劫 捧死了 很可憐 但之後又復活了 在六個邊 但六個邊 死得更加冤魔 因為他能力是催眠 他又可以把對手恐懼的東西變出來 所以他就洗腦了 對 我那邊 不是 那個不是那個 不是那個 不是那個 另外那個 不是 你說那個 黃金金 我說那個 好像叫他 你說那個 三 不知道 什麼 三個日文字 另外那個是四個 耳機 你說多一個 你說多一個 我們這次就完了 你有沒有特別去年代的經典故事 都是三 又是三 沒錯 三是最值得說的 三真的是很值得說 但比較正統一點 應該說比較熱血一點 熱血 其實就是在那邊 反攻黑色角的時候 陳雜煎 曾經跟主帥那邊打過 那時候 連有赤色死神 赤色死神 都不夠打的時候 你脫掉他的面具 又不夠打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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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要解解為什麼 為什麼呢 他小時候赤色死神 因為這個 地上最強劍士 這個 這個 沒有人可以受害 一招必殺 極而不死 是的 這樣地上最強劍士 但是他小時候被人欺負的 還是他怕黑話忘記了 不是小時候被人欺負的 然後苦練劍技 然後在劍技大賽贏了 送了那個面具給他之後 這個是一勇氣會爭 是的 但是他反過來 你脫掉他的面具 就變成搖體獸了 露出他本來真面目 是的 非常之豪華的搖體獸 是的 所以 脫掉他的面具 就什麼人都夠他打 你先說個奇襲 奇襲那邊 是的 那時候 奇襲非常成功 因為蘭斯 又是這個不可言語的行運 很審問的 奇襲非常成功 黑色角的王子是司徒關係 然後情況危急 他就叫王子先走 他自己一個人擋 就在他一個人獨力迎戰 LINKO和蘭斯的情況之下 仍然可以成功擊退LINKO 令到他重傷的時候 蘭斯這個時候 又是真正的爆氣 真正的爆氣 亦都是令 為什麼他在之後劇情裡面 LINKO和Lisas那些人 為什麼會對他這樣 明明是一個什麼都不懂 只是想著追女人 為何會這麼崇拜他呢 這個時候真的顯示出他本錢 他本錢是什麼 皇帝營啊 哈哈哈哈 他本錢 他本錢是這些 哈哈哈哈 又不是這麼說的 不是嗎 劍術二還是一 劍術二 都已經是這個超弱 中師 有誰是三 好像沒有 劍術三就真的沒有 魔法三就有了 Alice 但是他傻的嘛 魔法回復也是Cero 也有 Cero也有 Alice 他傻的嘛 他只是貼著 三學子 黑色破壞 那時候 嘩 低一點啊 他打爆了 三好接 他拋 不要開玩笑 這是人形拋台 那邊說回 其實為什麼我這麼喜歡玩 蘭斯這個系列呢 因為 痛快 要我說 痛快的英雄喜劇 英雄喜劇 可以這麼說 好像八代裡面 救了卡拿村那邊 我看得很開心 七代 一直在一口氣 橫掃十片 橫掃不行的 打太快 收得不夠人 打本人知道很麻煩 是 市民說 最早就有一種痛快感 是啊 不會說 怎麼說的呢 有些 很多遊戲都會非常多 我不知道那些應該叫做 著重心理描寫 還是怎樣 蘭斯的特別是說 她的故事 永遠是帶動到 那個人物的性格 或劇情的發展 還有她有大量的人物 以及伏不可以報 於是 她基本上是沒有大尺寸 就算是戰過藍絲,大量人物是新的,用源也沒有出現 明彩那邊講大蛇,毛利那邊解奏和死角的關係 跟著德川那邊和戰機,哈里那邊在裝模作樣,武田那邊四條有輪的規格,北條和南條的戀情 全部都有他有肉的,也沒有氣場,也會看到不同的線是同時發生的 就不會有那些日常的,大家去吃便當,去水族會那些,就完全不同 哪怕你是很多正常的,或者是普通的RPG 他都很多時候有很多漫長位的,尤其有一隻經常被人救病的 就是這個X-USC,Acelia,Acelia也比較好 Sernaloka,他的下一代 不要開玩笑,那些東西騙我會騙到極點 那些東西你按著控制都可以去完,廁所回來都還沒完 你不是拱笑真的太多了,無謂無謂的地方太多 五分鐘的無聊劇情,不知道在這裏做什麼 完全沒有興趣看他的故事 他的故事不是差的,但問題是他的主線去到後期太厚了 他收了那些雜質都已經收了很多時間 又要過故事又很長,但又很普通 結果去到就是走一大圈,玩下去結果什麼都沒有 摸一下感覺就有點不滿 反而藍絲入系列最大的樂趣就是痛快 雖然夠直接,但不是說沒有深度那一隻 其實是很直接,也是很直接的 但不會說沒有深度,這個是最大的魅力之一 我們講完那麼多世界觀 如果大家有不明白,可以自己去一些Wiki 或者去第八代的人物資料庫路看 其實我們手上有些舊一點的資料 例如那些舊年代的畫集或一套 我們盡量看看有些什麼可以選出來精算給大家看一看 因為那些太年代物,大家是比較難找到的 我們下一集再詳細一點去講系統 或者其他不同類的東西 就是世界觀以外的部分 好,拜拜,再見